我们知道亚当夏娃两人是完整的被造 他们也曾犯过罪 但是他们会不会在后来得救呢 从以下几个理由 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已经得救 创世纪三章二十节 夏娃被启明众生之母 在上帝审判以后 亚当仍然有信心顺服上帝的应许 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 他们虽然犯了罪悖逆上帝 但上帝为罪人忧愁挂虑 曾亲自呼叫寻找他们 又为亚当夏娃杀了牲畜流了牲畜的血 用动物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上遮盖羞耻 毫无疑问的 有一些无辜的动物死去 才可以供应这衣服 这行动是救赎的预表 创世纪四章四节 亚当的儿子亚伯 效法父母的信心榜样 以群羊中投身的和羊的自由 献与上帝 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 在亚当的孙子以罗世的那时候 人又有了祷告上帝的生活 路加福音三章三十八节 亚当被称为上帝的儿子 我们从以上 始祖与其后代子孙的信仰见证 以及上帝的恩典应许情形看来 他们是得救的